在月升中 同学朗诵诗歌赞扬母爱 中港国小举办母亲节孝亲活动 出席的妈妈们都感动 尤其是隔代教养的阿嬷 感受更深刻 如果说书没有读好没关系 但是最重要就是品性 要做一个乖小孩 送上鲜花喂食茶碟 懂得孩子们的反哄心 也警惕父母们要及时行校 感觉就是我会想到 就是自己的妈妈 就是对她没有这么多的互动 然后也会觉得 回家要多爱妈妈一点 在丹凤国小运动会上 特地安排育组活动 同学们手捧水盆 依序进场 细心为母亲洗脚 擦拭干净 小小的动作有大大的感动 小孩子虽然天真 但是他的手摸到我的脚的时候 我就觉得哪一种温度 也是另外一种感动这样 透过这个活动 要让大家去思考 我们要感谢亲恩 那也透过这个活动 算起爸爸妈妈跟小朋友 之间一个爱的联系 太平国小幼儿园 也在慈悸志工的协助下 举办了一场温馨的孝亲活动 孩子们的一举一动 依旧是焦点 拿着手机的家长们 早已红了眼眶 身形好事 做孩子生命中的贵人 当孩子拿着一杯茶 然后跪在你的面前 跟你说声 谢谢妈妈 这四个字的时候 就是非常非常的感动感 一句感谢 一声问候 妈妈的期待 其实只有这么多 大爱新闻 真相美激光台北纵合报道